有网友问我 安利到底能不能做 有人说能做 有人说不能做 那么安利到底能不能做呢 安利能不能做 不是我说能做就能做 也不是你说不能做就不能做 安利能不能做 主要看三点 第一产品 第二制度 第三方法 之所以安利有那么大的争议 是因为安利公司的四大基石 其中一项叫做自由 安利公司不会约束自己的经销商 如何去经营 它给每一个人空间 让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经营 于是就出现了 形形色色做安利的方法 有的团队把安利做成了 推销卖货 有的把安利做成了囤货 当然还有像我们这样的 真正打造了一个学习型的环境 把安利做成助人的 安利有千万种 您是遇到的哪一种呢 我是燕子 关注我带您了解 不卖不买不囤货的安利 助人助记的新媒体 新安利